建議大家戴一套 因為我自己也戴了一套這樣 這個就是我的專輯實體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我把它做成 下一幅畫廣我把它弄在畫廣上 這次我完全沒有上架串流平台 也沒有播過任何的實體唱片 所以完全就是只有在我們店裡買到 為什麼這個構成 因為我耍任性 主要是 就算不這麼做 也不一定可以賺到什麼錢 所以 我就是覺得現在這個時代 真的很適合去嘗試各種作法 如果我失敗我就知道為什麼要這樣 是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朋友會問 會覺得說 哇怎麼 這麼做這樣 對啊 但是 就是我就想這麼做 因為我很任性 對 我這次除了 我主要是主 都是我的專輯 實體專輯以外 還有一些周邊的商品 或者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我有做不成高 為什麼 因為 我的藝名是軟體 所以一定要好好把它保護一下 然後還有現象 就是現象 因為其實我做的這些東西 都是在我的創作生活裡面 我的生活裡面會 就出現在我周遭的東西 是我真的會用到的 所以 我會想把這些東西就是 暫時出來 然後跟我客戶朋友分享 一趟 先想說 要聞一下嗎 應該沒有出口罩吧 這個問題問得好 我馬上 沒有 我沒有出口罩 還有我的小貼紙 有沒有 把它貼在口罩上面 就算你有出口罩 對 因為那些都是 真的是我生活中會用到的 對 眼耳鼻蛇身翼都堅固到的 就我這幾年就是 經歷蠻多人生的階段 不同的變化這樣 就有自己的小孩 然後 重新適應這個聖本 創作者跟 武器 這個角色 要讓我就是 融入我的創作節奏 所以就花了蠻久的時間 然後 當然是CD喔 第二個 這個 建議大家 戴一套 因為我自己也戴了一套 其實 剛剛各位大哥都有戴了口罩 我自己就是 做好 就保護好自己這樣 我覺得也不要過度恐慌 那好險我覺得 音樂本身是不會傳染的 所以大家 多聽音樂 多聽我的音樂